學校竟然叫他學生退學 沒有說任何原因 台中市的教育環境 怎麼會如此的不堪 台中市議員蔡耀捷 在議會質詢教育局長 爆料有孩童疑似被幼兒園退學 教育局長聽到認為相當不可思議 強調會深入追查 他們有請幼兒園協助 幫忙申請單側的輔據 那一開始學校也都很清楚 小孩的狀況 他一直在說 因為小孩他不是生障身 所以不符合申請補助的身份 去瞭解這名男童幼兒聽損 家長透過協會幫忙申請輔據 也拿到核准通知 但這時幼兒園卻通知孩子 先別來上課 打電話跟家長講說 是不是請小孩子就不要來學校了 那後來導致小孩子 現在是公婆在照顧 不敢去學校 也沒辦法去學校 家長跟協會大敢訝異 質疑幼兒園怎麼會叫孩子退學 對此幼兒園執行長出面駁斥 禮拜一到今天小孩子都在 都繼續來啊 沒有什麼退學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不幫他 我覺得這個很烏龍 執行長陳青 11月4號孩子在學校咬人 老師請家長幫孩子請假一天 在家休息沒有叫任何人退學 至於議員口中的孩子不敢上學 原方這麼說 咬人事件不是只有我咬一個孩子 咬好多好多的他的同伴的一些小孩 都咬有時候咬得很深 我們也跟家長反映過很多次 甚至於被咬的孩子的家長都直接想找那個家長 議員說孩子在家 幼兒園說孩子在學 兩邊說法完全都不攏 隨機向教育局查證 男童還在學 校方跟家長兩邊各說各話 至於是不是發展遲緩 需要特殊教育 教育局還會再釐清 TVBS新聞亮丸和呂正成徐悠祥 台中藏報導